我们再来看第四章里边的第二节内容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指针 是吧 在C和C++里边啊 可以说这个指针是无作不债 是吧 而且还有什么影用呀 之类一些内容啊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那么这一节里边讲大概七节内容 首先呢 我们要对指针还是复习一下 做一个介绍 指针怎么样去声明 怎么样去取值 那么还有一个 Y的星这样一个指针 指针那些具体操作 还有呢 指针可引用的一些区别 二级指针 和有使用指针操作术组 这么几个主题啊 首先呢 来简单介绍一下指针 那我们还是一边讲 一边给大家进行这个实验 是吧 那么通过实践的方式来理解一下 首先理解指针也是一个变量 首先你要知道 它也是变量 那就变量所有的特性 是吧 那变量有什么特性呢 有什么 类型 是吧 还有什么呀 三大要素 是吧 类型 名称 作用率 是吧 只不过这个变量比较特殊 特殊在什么地方 它是指向另外一个变量地址 就是说另外一个变量地址的变量 我们说这个经常说是说去看那个看那个电影 说是寻宝是吧 一个宝藏是吧 宝藏拿到一个宝藏图是吧 这个宝藏图呢上面写着什么呢 这个宝藏你要怎么走 然后到什么地方去找到 这个其实有点像指针啊 就是我告诉你指向某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是那个对象 就像我们那个淘宝藏或者是这个京东购物 它都让我们填那个通讯地址 就这个吧 对对对 那就是指针 好吧 那么使用指针呢 可以间接的来操作我们这个对象 是吧 使用指针 就像你有一个账号 那个账号里边存的钱 那就是你的 是吧 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看 那么这个指针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操作的 打开我们这个Scode去新建一个 这个是04-02 那么第一句话我们要理解 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呀 说什么指针啊 指针也是变量 这句话要理解 那么第二句话是 指针是 嗯 指针是 一个特殊的变量 这个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 它是 这个指向另外一个变量地址的变量 这个前面加了一个修士 加了一个定语是吧 它是指向另外一个变量地址的这样一个变量 那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声明普通的一个变量 int类型的一个i等于100 然后呢 然后呢我想定一个指针类型的变量 那我就前面要加个新号代表 嗯 我当前这个变量是一个指针变量pi等于and i 首先这里边有两个符号 第一个是新号 第二个是这个and 那么这个新号是什么呀 这个新号代表的是地址是吧 对 那么这个and代表的是什么呀 取地址 and代表的是取地址 取地址 运算服 哎 说的是我这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在淘宝上面有那个淘宝的一个聊天 是吧 他说你要拍我那个东西是吧 那怎么办呢 我给你寄到什么地方 你要把那个地址填一下 是吧 这个地方就是取你的地址 按着取地址 那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个说 写上命名空间 use in namespace std 下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先cout输出一下当前这个i是什么 当前i当然是这个100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吧 嗯 才对 那么另外再看一下这个既然你这个pi是一个地址 那我看地址是什么 这个地址猜不着 是吧 太复杂了 地址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这个说我能猜到内存那个地址 太神奇了是吧 这个是猜不着的 因为它会动态的去转一块内存地址给你分配 那么既然说我要给你这个买东西 我要给你期货呀 说是呃就是这个地址啊看到吗 这有一个地址啊 嗯 说叫你这个地址给你送东西 那么这个地址对应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通过地址来访问它 嗯 你要加新号pi 这个初学者啊这个小若是吧 就有点懵了 说 哎说这个新pi 是100 然后i也是100 那么有点 就有点你这个i 是不是也等价这个新 这个新pi了 是吧 既然是i是100 新pi也是100 那你这这个新pi又是啥呀 这两个星号啊 其实是有区别的 这个地方我们声明时候的这个星号 代表的是pi 是这个指针类型 然后你这个地方单独使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这个星号代表的叫这个解 解引用 解引用 什么叫解引用呢 你这个是一个指针指向那个地方 然后呢我加一个星号就是指针指向那个 具体的那个内容 嗯 知道吗 前面加一个星号 就把这个地址指向那个内容给我取出来了 嗯 这个就叫解引用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啊 那么其实指针呢 基本的概念啊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能理解了上边再两句话 以及下边的这几行代码 基本上指针 其实并不难啊 并不难 没有想象的说啊 怎么怎么样有多难 是吧 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再来看看 刚才说 嗯 指针是一个变量 然后呢是指向另外一个变量的地址的变量 嗯 然后呢使用指针呢可以间接的指向这个操作指向的变量 刚才我们看到了是吧 嗯 嗯 右边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这几个操作方法 新IP 或者是IP 或者是这个 AND i 我们在这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我们再输出一个 seal 然后AND i 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两个对象两个地址 嗯 嗯 那个对象哪去了 跑出来哥 两个对象就是 你不管用i还是星pn 是吧 他都是对象 你不管是用这个pn 因为pn就是他 是吧 还是用这个取地址这个符号 那么结果都是地址 你发现这两个地址一样吧 0x 一样 一样吧 一样 一样是吧 那肯定是一样的 也错了 那成绩就完蛋了 是吧 所有的程序发现 早上起来一看表 是吧 才几点啊 才凌晨12 才凌晨1点 是吧 嗯 在最五个小时 发现错了是吧 地址稿说了 一切都 都这个不灵了 嗯 再来看一下后边这些内容 说指针的声明和取值 藏起来指针的声明 怎么声明了 印的型的一个新IP 是吧 对 印的型的新IP 这种啊 这两种方式其实都可以来写 小时候看一下我们这两种方式有区别没有 嗯 好像 没有 再好好看一下 有区别 信号一个靠近印的一个靠近后面 这个认真的看看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 这个就是说呢 嗯 这个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第一种情况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这个第二种情况会误认为这个IP就是印的星这种类型的 知道吧 因为你这个 星号跟这个印的离的表情是吧 所以说我认为IP是印的星这样一个类型的 其实不是啊 指针的可能取值 某个对象的地址0 就可以 指向某一个对象后面的另外几个地址 比如说操作书组的时候 它的可能取值范围可能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几个都给大家看看 嗯 把刚才这一块给它阻止掉 说我我另一个指针int类型的一个新IP 没有复制 它是多少 嗯 IP IP 0x0 是吧 嗯 当然这个也可以给它复制 说是 嗯 CNAP 等于 呢 等于空 空指针 它也是0 它也是0 是吧 还有一个关键字 呢 看也是0 是吧 嗯嗯 看一下啊 你可疑是0也可以是什么 刚才应该是什么 嗯 None None Ptr 就None Pointer 还有可以是None 这几个都可以 OK 嗯 三个 然后另外呢 它还可疑是 它还可疑是什么 某一个对象的地址 印字经的I等于100 然后取它的地址 I Int类型的这个CNAP 就等于I等I 取I的地址 嗯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还可以让它指向一个数组啊 我看一下 看一下再输出这个CNAP 它就是这样一个地址了 是吧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呀 我可以定义一个数组 Array 然后 等于这个 123 有三个元素 好吧 Int类型的一个CNAP 等于Array 哎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是吧 小时候又不懂这个了 说 你把数组那个名称 给一个指振复值是吧 对啊 说数组的 名称 名称啊 就是 是这个数 数组的名称就是 数组 数组的 手 地址 就是你这个Array 等价的是 这个 按的Array 0 等啥意思吧 等啥意思吧 那这样吧 我们你要不懂的话 我们Cout 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这个Array 是多少 好 行吧 嗯 Array 是一个地址 看到吗 0x那么 Cout 输出这个Array 这个0 比较像它俩一样的 那一样就是一回事 sorry啊 这个少写的一个东西 一样的一样 赶快看 找茬是吧 哈哈 肯定一样的是吧 嗯 一样 这个肯定是一样的 谁说 刚才我写这句话 这个说 数组的名称就是数组的手地址 就说这个是 那我现在这个IP 那你说我输出这个IP 跟上面这个一样 嗯 三个肯定也一样 三个肯定也一样 因为我就把这个数据名称给它了 是吧 我再定一个 Intel类型的新IQ 等于 andArray 0 然后把这个IQ也输出 这个一样的 你说了半天都一回事是吧 说了半天都一回事 也就是说 要记住这句话 数组的名称就是数组的手地址 是吧 第一个地址 那么现在呢 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新IP指向的手地址 就第一个元素 那么现在我这样来输出 这个我再输出Cout 说Array0 看下边这一种一样不 我再输出这个新IP 然后我再输出这个 输出什么叫 新IQ 这三个一样不 看哪走 都是一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对 那么 我再输出一个Cout 输出这个新 这个IP 加价 嗯 这是多少 可以 这个 这是这样啊 新 加价IP 看下方前面啊 嗯 说这个 指针你既然指向数组了 指向第一个元素 对吧 嗯 那我往1++ 是指针指向下一个元素 而不是指针本身加1 嗯 就是他指向那个 说下一个 他的指令是下一个 懂这意思吧 嗯 下一个 你再加 嗯 那么这个地方 新IP加2 嗯 新IP 然后给他加2 这是啊 后面我们讲的指针和数组的一个关系啊 我们要讲到这个 他是往后走几个 而不是在这个指针自己加价 嗯 懂这意思吧 嗯 嗯 那么刚才呢 这是啊我们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指针的一个 说取值啊 他可以是一个对象的地址 可以是0指向另外一个对象 后面的另外一个对象 这种最后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指针指向的数组之后 的一个操作方法 懂了吧 嗯嗯 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说指针的声名和取值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就快点过一遍啊 A等于100 然后呢 AND A 新IP等于AND A 那这个IP就是A的地址 是吧 嗯 不指向任何的对象呢 可以取0也可以 这个取这个NOM空 其实这个空完我们去看看 这个NOM空就是一个红灵引擎 我这写着吧 这个找不着就是 DFN 然后NOM 后边空管是0 然后那个NOM PTR也道理一样 就是 就是 都是0反正 是吧 嗯 后边这个0 复制给它是OK的 Y等于0 然后呢 Y复制给它 哎这个不行 所以说你给这个指针复制的时候呢 这个不能是变量 只能是一个长量 Y只能是长量 对啊 你给这个指针复制的时候 它不能是一个变量 只能是一个长量 包括后边这个 使用这个 复组的一个地址 给它复制 看到吗 都可以这样来操作 然后这个加1 AP加1 就是它的 这个指针向后跳一格 知道的意思吧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 Y的星 Y的星是什么意思呢 Y的星很厉害的 是吧 我们来看看啊 说 我定义任何的指针类型 然后都可以用Void的星来接收 比如说 嗯 我定义一个 一个类型的一个 A等于这个100 是吧 定义一个 Double 类型的D等于这个3.14 然后呢 我再定义一个X类型的C等于这个A 三个边量对吧 嗯 Int类型的这个 这个星 PA AP 就等于按的A 然后还有一个Double类型的一个 新 DP等于这个按的这个D 再看这个啊 然后X类型的一个 新CP P就等于按的C 这三个 这三个是吧 嗯 然后分别指向了 那么我们还要强谓一句话 说你这个 指针这个指针的类型 必须和指向对象的类型一致 什么意思啊 你指针是 Int类型 Double类型 还是X类型 要和你指向那个对象的类型是一致的 嗯 你后边A是Int类型的 嗯 你这个指针要是Int类型 Double就是Double 你不能是Double 对应一个Int 比如说 我这边随便找一个 说 嗯 Float类型的一个 这个新FP 我取取什么的地址啊 取A的地址 这是不行的 嗯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刚才我讲的下面这句话 你读一下 指针的类型必须和指向对象的类型一致 啊 那A是什么类型啊 A是Int类型 那你这个FP是什么类型 Float 那这两个类型一致吗 不一致 不一致呢肯定不行 对吧 也就是说 刚才说这句话 指针的类型必须要和指向对象类型要是一致的 嗯 那你上边这几个都OK 那我非得就是觉得我就弄一个啊 反正我随便啊 就是说 XP XP代表什么 任何都行 是吧 AEP 把AP复制给这个SP 行不行 说XP还可以等于这个DP 说XP还可以等于这个CP 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void星 XP代表任何的一个指针 呃我们说是是讲一个笑话说是 呃两个人在坐在一起啊 然后旁边走过来一人 然后呢那个人就跟另外一个那个他那个朋友说 我认识走过来这个人是谁 不信 不相信说 不相信怎么办呢 是谁啊 然后说 然后走到跟前来说 你知道他是谁吗 说他是人 哈哈 那么这个我们说明了什么道理呢 就说 void星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说反正是一个什么指针类型 我不管你是什么什么什么类型 反正我就告诉你是指针类型 懂我说刚才那个意思吧 嗯嗯 也就是说void星它可以代表的是认错的指针类型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写在什么地方 这有一个函数啊 我们来看 有一个void星代一个函数 F1 说我这个地方要传递一个 我不确定将来这个地方传递一个 什么参数 嗯 呃 但是呢 他必须是一个指针类型 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声明了 void星 是吧 嗯 我不确定在人是谁 我就说他是一人 可以吧 就是一个person 这个没错 是吧 这肯定也是没错 嗯 void星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啊 void星指针呢 可以保存任何类型对象的地址 也就是说 可以保存任何的指针 float类型 是吧 我取它的地址给它 然后你这个是 再取了一个地址给void的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void星可以代表任何类型 float肯定可以 这个 a是什么类型啊 int类型 对 然后呢 取a给void星 这也没有问题 是吧 嗯 我这前边改成float行不行 把最后一行代码 这个void改成float行不行 不行吧 为什么 a不是 就是 就是你的对象类型和指针类型必须保持一致 对 一致 void除外 void的是 void的是任何类型 任何类型都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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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